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味道栏目的两位吉祥物 永远站在两边为我们带来美味佳肴的大厨 首先欢迎来自于宝岛台湾的大厨黄品堂先生 人生需要五香调味才能够色香俱全 我是料理魔术师黄品堂 欢迎品堂大厨 接下来欢迎南京知名大厨黄勇 还原食材味道享受美味人生 我是花洋菜厨师黄勇 欢迎两位大厨 来 请两位黄厨入座 两位大厨老规矩依然会根据我们今天邀请来的民间涛客 在节目最后创意两道料理进行比拼 时间只有15分钟 然后会由民间涛客作为评审 选出一道菜进入到2018的味道菜单 好 让我们稍微期待一下啊 好 今天我们吃什么呢 凉菜 凉菜只是排位才 你只有凉菜啊 是不是 今天要吃的东西比较特别 然后我先拿个样板给你们看一看好不好 今天我们要吃的东西呢 跟这个人有关系 哎 这能吃啊 凉超越 人生我的卡路里 他现在好红啊 真的非常红 你喜欢举的这张照片吗 朋友圈是疯传 而且好多人用它做头像 没错 真的 他号称是娱乐圈的景礼 为什么会把洋超越拿上来 对 我就刚想说 我们今天吃的东西跟他有关系 我们先猜一猜 刚不说了吗 它是娱乐圈的吉祥物 你让我们吃景礼啊 景礼 景礼是什么呢 观赏鱼啊 观赏鱼啊 对啊 把观赏两字去掉 鱼啊 对啊 你绕了半天 你要说今天吃鱼是吗 因为这是现在全中国 炙手可热的一条美人鱼 你这热脸蹭的 我这扶你 所以我们今天要吃的是鱼 其实鱼的历史真的悠久 对对对 其实人类吃鱼吃了几千年了 这个水生动物 就养育了我们人类几千年了 对啊 你有山就吃山货 对 山珍靠水就吃鱼嘛 是是是 而且鱼在我们中国传统的饮食里面 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怎方说 我们有一个成语叫 年年 有鱼 有鱼 对吧 过年 杨特别不好意思 就是过年的时候 我们都会吃鱼 但是其实我们过年的时候 吃鱼更多的是图一个 息历 对 息历 有语的这样一个寓意 鱼在过年 基本上不是用来吃的 而是用来摆着看的 对不对 我不知道你们各个地方 有没有其他洗手 我先来讲我 比如说像我们那边 过年跟订婚 基本上两个节日概念是差不多的 这概念是差不多是什么 过年和订婚感觉是两件大事 我讲订婚好了 就是订婚跟结婚 结婚它是在晚上 订婚是在中午在我们那边 然后这个订婚是女方宴请 男方还有女方的宾客 但男方只能来 最多就是两桌的客人这样子 然后这个订婚的时候呢 女方请男方来以后呢 男方就是吃到鱼的时候 就必须怎么样 就必须要离开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就是你不能把女 就是娘家吃垮 所以娘家要剩下鱼 就是要有鱼 有鱼 对 所以 你不能把女儿拿走了 想让男方的宾客结束 赶紧走就先上鱼 那我想问一句 既然不让我吃 为什么要上鱼呢 不是 你上到鱼 你可以吃两口就走了 但有没有发现 好像是在我们的 中国人的宴席上 真的叫无鱼不成席 对 但凡各位年轻的朋友 如果看我们节目的 你如果未来 要是请别人吃饭 到这个正规的圆桌上去吃饭 你点菜 不管你点什么 一定要有一条鱼 叫无鱼不成席 无鱼不成席 点鱼是对宾客的一种尊重 对 对吧 那么光说不吃不行啊 对不对 我们今天就开始上菜 好吧 好 来上第一道菜 好 各位朋友 我们上了第一道大菜 真的你好大 这个好大 对啊 五个人你上两条鱼 小飞小 精致啊 我们尝的就是一个味儿 不要多吃 但是这个是我们非常熟悉的 烧烤必点呀 烤昌鞭鱼 这个鱼 我觉得它的这个 迈向 就是你知道吗 就看了以后就特别有食欲 对啊 就是可以尝尝看 我算了一下 就可能品堂和张老师一条 我跟勇哥一条 你就看看就行了 好吧 那我只能燃烧我的卡路里了 好了好了 一起吃啊 尝一尝 尝尝尝 你们先来 你们先来 来来来 老师快点 来 就是烧烤的话 它真的上面再加点 这种孜然啊 辣椒啊 你就觉得它很入味 为什么要第一道菜 请大家吃烤鱼呢 我们刚刚说了 鱼我们吃了几千年了 对 真的 那么鱼最早的烹饪方法 是不是就是烤呢 是吧 比如说我们知道 有个邪后语叫 江泰公钓鱼 愿者上钩 是吧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江泰公那个年代 或者是江泰公更早的一些年代 是 我们如果真的把鱼钓上来 或抓到了 会怎么去烹饪呢 有什么生驰 你在那个电视剧里面 不是经常有吗 特别是那个古代的 就是捞上鱼之后 直接架一个木铲啊 火堆啊 就直接烤了 烤一下 就烤了 那我问一下张老师 刚刚我们说江子牙钓鱼 愿者上钩 江子牙钓上的鱼 在那个年代 会用什么去做呢 肯定不会是只是烤了 应该 那个时候有青铜器了 对 那个时代 应该不会只是烤了 有可能会有盾啊 或者这样的做法 因为有青铜器 但是呢 这种可能性 从比例上来讲也比较小 为什么呢 因为青铜器在当时 要么是做武器 要么是做顶 做顶用 而顶一般是用于祭祀啊 这样的一些场合 做兵器 要么做兵器 青鸽的那个铜啊 毛啊这样的 就是铜毛这样的一些东西 但是 我们所看到的记载 比较多见的 就是日常生活当中 用青铜器的是 十具会比较多 是 十具就是 什么呢 酒杯啊 酒杯啊 或者是吃饭用的 但是呢 还有一样东西 在当时 其实已经早就发明出来 叫什么淘气 淘气 所以在当时呢 小淘气嘛 小淘气 你很淘气 小型淘气 它是淘气 不是淘气 淘气跟淘气 是不一样的 鸡香物淘气 啊明白了 长得比较淘气 那么淘气就会有什么呢 因为所有的食物的做法 一定是跟它的 我们叫容器 或者吹具有关系 所以有了淘气以后 应该会有煮 或者炖 这样的一些做法 所以说 就是有其他的烹调方法 是淘气出来以后 才有的 所以淘气能容水嘛 那么有了水以后 发明了淘气以后 然后你才能去煮食物嘛 因为其他的这些烹饪手法 其实它对器皿 还是有要求的 一定是这样的 它不像一早的是烤嘛 烤只要有火就行 一定是这样 其他你说炖也好 煮也好 它必须有那个 承载食物的容器才可以 对啊 所以比如说爆炒 这种做法 那一定是比较晚的 铁锅 对 至少是铁锅补气以后嘛 铁锅是送在以后才开始饭气的 所以在那个时候 青铜你只能去煮 而且青铜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炖或者煮 它导热它相对还慢一点 因为它做得比较厚 对 所以主要还是讨味 其实我们今天讲到鱼啊 就是说也讲到就是做法 但是呢你们知道吗 就是什么鱼 适合什么样的做法 它其实是有分辨的 就是有些鱼 它是不适合用煎的 有些鱼它是不能用炸的 你知道吗 还有这样的说法吗 真的啊 有一些鱼肉比较松散的 你拿去烤烤看 烤下去 整个鱼肉都散掉了 也是 对 那有一些鱼不能煮汤的 它肉不够扎实 你煮下去 那个鱼全部都烂掉 比如说烤啊 以我的这个 比较微薄的这个烹饪知识 淡水鱼就不适合烤 对 它土腥味也重 对吧 对 而且它的肉比较松散 对 你看像苍边鱼这样 是属于 特别适合 是海水鱼了 它的肉比较结实一些 而且它的肉脂更加板实一些 对 它就适合用来烤的 而且它里面刺少 对 淡水鱼比较适合用来蒸 对 第一道菜我们吃了烤鱼 接下来第二道菜 也跟鱼有关 来上菜 好 这是第二道菜 这道菜叫炖鱼 这个是鲸鱼吗 也是鲸鱼 它是用炖的方式 又不是烤的方式 也不是烤的方式 因为烤的话没有这么多的汤汁 炖鲸鱼 你的意思是红烧鲸鱼 汤汁就比较少 对 对吧 所以它是炖鱼 底下弄个酒精小炉子 一边炖着一边吃 对 先先尝一尝吧大家 尝尝好 来来来 鲸鱼刺多要消气 这个要消气 真的 来来来来 但是有些人是真的特别喜欢吃鲸鱼 像我妈就特爱 鲸鱼就是你要吃就刺少 就是在肚子这边刺比较少 鲸鱼其实是特别鲜美 就只是因为它那个小刺会是特别多 它是淡水鱼里面应该肉算很细的了 对 再说一说它的做法 你不觉得就是跟这个烤啊 跟其他红烧像 你炖就显得比较的粗放那种 对 没有好多粗放啊 烤火呢 对啊 但是炖你把很多的食材就可以放到一起 其实你想这个鲸鱼的话 你还可以加一些辅料 其实这个炖呢 从文明发展的角度来讲 因为比烤要高级 对 首先要有容器嘛 对 第二个炖本身这种做法的发明 就表明人对自己所吃的东西 它开始有追求 有要求了 有要求了 比如说我用不同的配料啊 因为它有容量了 就可以把不同的配料啊等等放在一起 追求更美味的口味这个感觉 而且咱们江南这边啊 因为鱼的种类特别多 就有那个炖杂鱼 哎对对对 小炖鱼 对 有点加点豆腐 对啊 什么像那种小的嗡嘶鱼啊 然后像这个小鲫鱼 还有一种叫白条 就仓条 对对对 有这个有一句话这样讲的 千蛊豆腐万蛊鱼 千蛊豆腐万蛊鱼 翻蛊的蛊 滚对 千蛊 我听人千蛊 我也听人蛊 对啊 对 为什么豆腐炖的时间长 但是鱼要比它炖的时间更长 还有一个问题 鲨鱼 鲨鱼在台里面 鲨鱼在海里 海里啊 我说的是杀 哦 宰杀 宰杀的杀 就是做不好就会把胆给弄破 那个胆一破整个 那整条鱼就费了 你的水平好低啊 你的水平好 你才会把胆给弄破 不是 交给菜场的人请你处理吗 我不是水平低的原因 是因为我真的从来就没有杀过鱼 不敢 如果它是黏在那个 肝脏旁边 肝脏旁边 就是如果比如说有朋友 他钓上来送到我们家里 肯定要是自己杀 叫他杀好啊 你说我是主持人 主持人怎么样 主持人也要吃饭 就是我们杀的时候 是不是要注意一点 然后就是不要把胆给弄破 对 胆要是杀破的话 也有处理方法 也有处理方法 对 就是用我们的这个 扔掉吗 扔掉 就太浪费了 那么大一条鱼呢 就是用那个醋啊 对 用醋把它洗一洗 比方说你看到这个胆的地方 用黑色的地方 对 湿醋 然后把它洗一洗 洗完了以后 然后再用料酒清洗两遍 对 基本上就可以了 对 一样也是有就是解救的一个方式 借到鱼 炖鱼 我们也尝了啊 还没错 接下来是第三道鱼 还有 还有第三道 我很大方 天呐 这还是你嘛 这后面问题也很多 后面问题更多 好不好 来 上菜 来来来来 这个就非常熟悉了 有档次了 对吧 上档次了 松鼠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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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尝尝 好不好 好好好 来 趁热吃啊 松鼠桂鱼其实像江南 应该都比较熟悉吧 对 从小吃到大 来老师 家乡的味道 我帮你 来来来来 谢谢 谢谢 哇 好吃 一口鱼肉夹杂的几颗松子 满口飘香 松鼠桂鱼 也是江南一道名餐 最著名的就是苏州 对 对 对吧 苏州吃这个松鼠桂鱼 吃的比较多的 它的这个喷人方法叫什么 砸 砸家汇 对 这个鱼传说当中又跟乾隆有关系 是吗 等一下 这是传说 因为你看江南所有的美食 你只要都跟乾隆有关系 看听故事了 那不是不是什么姓史 只是一个故事而已 好 开车 乾隆到了江南 去江南 那下江南了 然后呢有一天是到一家这个饭店 结果那家饭店正好是老板娘在 老板他娘 老板他妈妈 老板他娘 让一大跳 乾隆看着老板娘了 在做瘦 做瘦就没搭理他 然后呢 这个他等了一会儿菜还不来 就有点生气 然后呢小二还看不上他 他说我们老板在忙大事 你这个 你要你要吃什么 你送出鲑鱼是吧 你吃得起吗 结果这个 他居然跟皇上这样说话 胆大 还不知道吗 然后呢乾隆就跟他发生冲突 冲突 发生冲突以后呢 老板呢就说 哎呀何气生财 对不住对不住 然后呢就 给他上了这么一道送出鲑鱼 然后乾隆一吃呢 就觉得特别的好吃 那个时候做 其实就是拿乌醋 加糖 然后去浇 所以我小时候吃的也是那种 黑色的 黑色的鲑鱼 黑亮的 黑亮的 那种 那么今天我们吃了三条鱼 没问题了吧 没问题 再有问题我要穿了 还有一个问题 这问题就不是由我来问了 马上我要请出的这位嘉宾来问了 终于到嘉宾出场了 是的 我以为今天没嘉宾 对啊 我以为今天是考试 不会 今天请到这个嘉宾 也跟鱼有关 因为他也开了一个餐馆 餐馆做的主打的菜肴 也是鱼 但是呢 我们刚刚说的都是历史比较悠久的 配饭方法了 包括松鼠桂鱼 是乾隆那个时候吃的 对吧 包括烤鱼 有时候我们老祖宗 对吧 在部落时期可能吃的 对吧 但接下来我们要吃到的这条鱼 它因为现在发达了 对吧 科技发达了 各种这个新鲜的器皿 包括烹饪方法都涌现出来了 所以我们要吃到这条鱼 名字叫 纸包鱼 有请南京至鲍鱼的合伙人大厨高冰 欢迎他 哇 带菜来的 哇 有个人来的 热汤这么难啊 一大盘呢 这 这瞬间就觉得我自己很小气啊 对啊 你看你两张那么小的唱片衣 你看看人家 你看你带的 这个香味 香味 对啊 先别顾鱼先行啊 我先大厨都要来 请歌请到 刚刚准备说 谢谢你啊 你可以嘴 哈哈哈哈 跳一下 来自我介绍一下 呃 大家好 我是南京至鲍鱼 重现江湖店的合伙人 我叫高冰 高冰 哪里人啊 我江西 江西人 对对对对 在南创业 啊 南创业 南京创业 南京创业 对对对对对 江西人很能吃辣的 辣的 江西吃辣的程度真的不比 四川 对 对对对对对 来我们先尝一尝这个直鲍鱼 好不好 好的 然后尝完之后 我们再请高冰来给我们介绍 这个是什么鱼 这是青江鱼 青江 哦青 哦青 它是产自于湖北 对 青江 青江鱼应该刺也比较少 对没有刺的 没有刺 口味比较鲜嫩 我来试试看它这个乳酯 这应该不错 哦好香啊 对对对 我们这个鱼目前 就是 哇 在我们店里卖的是最好的 哦超棒 这个蒜味太棒了 嗯 简单正合适啊 我本来以为会稍微有点咸 对 不咸不咸 但是真的是很爽口 对 哇 这个纸鲍鱼到底是怎么做的 呃我们呢纸鲍鱼呢 就是饼器呢就是传统的就炭烤的方式 嗯 我们是首先就是通过清蒸的加工方式 嗯 再用这个纸 把我们这个密质的蒜香的这个酱料给它再包起来通过这个电锅的加热 嗯 那产生就是温度让它快速的这个把这个味道快速的入味进去 哦真的好吃 我想问一下比如说这个纸有什么讲究 比如说啊我换成锡纸行不行 呃 一号线底站的那个叫呃 呃 游访桥站那边叫南京纸鲍鱼那个呃重县江湖店 哦 海家店在那个三号线那边就是江宁音像叫南京这个纸鲍鱼呃 呃新光明座店哦 哎 有两家店哦 好的 对 我能大概问一下这一条鱼如果在你们店里面卖的话是多少钱 这条鱼的话卖价应该是在一百 如果是我们现在一般都论 论经称的是吧 我们不是 我们一条鱼这一条鱼卖价是一百一十八 哦那那还好 一百一十八 好便宜啊 那还好 对对对对 我们因为我们这鱼我们都要保证它的重量在两斤五到两斤 我我们今天吃的这一只大概多重 这就应该是两斤五到两斤啊中间吧 我们大概的我们不知道 因为我们在采购的时候呢 就要求了供货商要保证我们的鱼摆到这个锅里面大小要匀 不能太小 所以这不是特地为我们准备的大的 那到底店里面是只有这么大 那是你准备的 这么大 当然我再想一个问题 这条鱼两斤多 你刚才一个人有一斤了吧 我吃了一斤 真的 我一直不停地在吃 这差不多半条是你的 我一直不停地在吃 证明是真的好吃 对 我觉得这种鱼的烹饪方法比刚刚那三种更符合我的口味 对 真的 我觉得两个人过去一条鱼 然后再盛两碗饭或者是弄一点面 然后把这个鱼卤子浇上来是吧 加上蒜泥往上浇一半 对 就白面都好吃 真的 就白面就可以了 今天还是老规矩 让两位大厨每人做一道创意料理 然后由我们的高冰大厨作为评委 今天 我这个非常荣幸 今天你当两位知名大厨的评委 是吧 开心吧 开心 好好把握出机会 然后选一道菜进入到2018的味道菜单 好不好 好 那今天我们的命题 依然是鱼 但是有一个特别的要求 刚刚我们吃到的那几种鱼的口味和做法 都不允许出现 哎呀 真的是 又刁难他们 烤的不要 炖的不要 炖的不要 好吧 然后那个松手鲑鱼的那种做法 不要 好 这种这个全都是蒜泥的 也不会做这种 纸包鱼 你们也不会做这种 也不要 好不好 一定要极具创意 来 请两位大厨 各就各位 好 好 时间依然只有15分钟 计时 开始 大厨以鱼为题 谁能做出新意 黄勇那边 容器 今天就完全不一样 很霸气 但是我们看品堂那边 又拿出了一个秘密的高科技的武器 品堂可以举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吗 声炸自然新鲜 本栏目由椰枝领导品牌特种兵冠名播出 好 时间依然只有15分钟 计时 开始 我觉得他们俩今天都要拿出杀手锏了 首先 我们看黄勇那边 容器 今天就完全不一样 很霸气 但是我们看品堂那边 又拿出了一个秘密的高科技的武器 品堂可以举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吗 这个吗 喷枪是吗 这个是什么 这个像打气筒 这个是烟熏器 哦 烟熏 你要说烟熏类的 对 我今天两位都拼了 哦 好 我们到两边去看一看 好 哦 看来品堂今天 应该是想要做一道烟熏鱼对吗 对 要做一道就是低温烹调的一个 烟熏鱼 但是 哦 低温烹调 对 就是不用煮的 只是用开水烫 给它泡 这个我刚刚已经泡过 然后现在 我们拿好 这个我今天用的是石斑鱼 石斑 对 深海的石斑鱼 然后已经去吃用这个香料腌过了 然后呢 接下来 我现在要做酱汁 酱汁的话 要用一个这个 呃 三种的辣椒 下去做一个 因为它是江西人嘛 江西人很喜欢吃辣 对 黄西人喜欢吃辣 对 所以我今天用的三种的不同的辣椒来去做这个酱汁 然后还用到了黄油 用到了黄油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叫做白里香 白里香知道吗 白里香知道 知道吗 知道 不知道 我知道你不知道 戳一下 就可以闻到它的一个香气 好 来看看我们这边啊 勇哥 那个 刚刚啊 高大厨也说了 这边有一种泰国菜的感觉 就是酸酸甜甜啊 对 然后你看这里是柠檬 对 青的 然后这个是 青花椒 青花椒 那这个呢 这个是调味料 调味料 对 哇 今天勇哥要给大家做的这一道是 我要做的是这个 椒麻 用青柠檬的味道 然后就是酸辣的这种口味 酸辣口味 是有点偏那个泰熊的味道 对 青花辣 对 刚才是我们传统的这种 中餐的这种做法 我特别想问一下 黄油那边的这个容器啊 嗯 它采用了什么材质 因为看上去很特别 这种是一种钢材 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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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为什么会用钢材来做容器 现在的这个钢材 那个张老师讲的这个 现在铁器啊 包括一些那个 这种钢材的话 非常好 就是说它在制作的时候 不像一些其他的材质的话 它会对人的身体 它会释放一些 本身的一些那个 微量元素 在里面 那这个呢 它不会 那个释放的微量元素的话 对人体有害的 这个是不会的 嗯 明白了 那这个下面是不是也可以 加热 放一些加热的那个 对对加热 加热 是的 而且你知道吗 最主要我还要用到什么 你知道啊 特种冰 哦 对 你赢了 没有这个其实 我这个酱汁呢 真正它就是一个东南亚的一个口味 那边也是东南亚 你这也是东南亚 但是不大一样 今天是 中间对半盲啊 没有 刚刚黄勇说 它是用比较中式的方式来 但是它的口味是酸辣 对因为其实 酸辣的 因为我们在这边啊 靠近食材 直接闻到的味道 就是有点那种 对 最直接的感触 就是泰式的那种嘛 酸辣的味道 但是刚刚勇哥说了 他要用偏中式的方法来处理 是的 那有中式有一个地方 是以酸辣为主的 贵州 哦 贵州 对 贵州菜 就是那种贵州的 就是贵州的酸辣 清爽的酸辣 这个里面是鸡汤 哦 这是鸡汤 哦 用鸡汤来钓鱼 而且它这个青柠檬 它能钓什么鱼 不知道 您用的鱼是什么 黄勇 黄鱼 黄鱼 对 是海黄鱼还是 海黄鱼 多大尺寸 嗯 跟四十万那个比 有一点小 我就想问一下 跟我们前两年 吃的那条比呢 嗯 一个是 上一杯 但是它这条鱼 我觉得个头已经还蛮大的了 你看这个颜色打起来 哇 它冒烟 对 它很漂亮 嗯 但是 不大好闻 哎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这个 我倒是很喜欢这个味道 我也很喜欢 西餐的那个青椒放到色拉里面的那个味道 我在这里最主要的就是想看它是如何用这个烟熏器的 就看上去好像有点像水烟一样 对 我们现在就是把这个 它不会把烟熏器打水里吧 应该不会应该有烟熏钟啊 我们把烹瓢好的这个鱼呢 就是要再进行煎过 还有十分钟的时间 嗯 我们时间肯定是各的 对 我 我感觉今天 每次有歌做都是 品尝的时间应该也够 真的特别 因为烟熏的时间应该不会太长 几十秒就可以了 对 因为烟熏时间过长的话肉质就会苦了 对 嗯 最主要我特别想知道它烟熏用的是什么样的材质来熏它 是果木呢还是某种香料 你能透露一下吗 苹果木苹果木 苹果木是吧 在这里 嗯 嗯 很香 嗯 来一口水 还是要先煎一下 我看永哥的这个调汁里面加的酱料也是有很多调味料 调味料不是太多 就是这个是吗 对对 加上盐 来就可以了 就这个和盐就行了 对 再加几片青柠毛 对 是的 那其他这些就最后加了一点醋 来 刚才加了一点醋 因为我这个醋啊选择的比较有特点 哦 醋也有说法 它是一个手工的醋 这个醋呢在市场上卖的很爽 对 那不我们换一下吧 好 因为我想让高大厨 看一下那个 近距离地观察一下品糖 接下来这个烟熏的过程 或许会给你带来一些新的启发 然后我们到黄勇那边去 好 就永哥这边也做得蛮快的 快到最后的收汁的阶段了 这个容器真的很漂亮 诶 等一下 品糖这个是先煎好的是吗 对 也没有 先低温过以后 哦 低温 再给油就好了 你是整个就保持了整个鱼的形状 对 是的 我从来没看过这个烟熏鸡 虽然没有前两天我们吃的那条大 但是规格也还可以 是的 黄鱼是越大越好吗 当然 对 那小黄鱼呢 小黄鱼是湖里的 它是 不 海里也有小黄鱼 但是另外一种 第一次看近距离的看烟熏 我闻了一股那个 这上面是烟吗 酸辣的味道 真的像贵州菜 烟草吗 这是桃木 这是苹果木 哇 那边 你刚才想看你就在这看 对对对 烟气缭绕 它刚刚直接对着我熏了一下 我感觉整个人都快晕倒了 就晕倒了 这个真的很特别 然后现在熏好以后呢 我们就让它闷住 大概三分钟的一个时间 让它静止 它是为了让那个味道进去 对对对 味道让它进去到这个鱼里面 它会出来会有一点淡淡的那种香草味 对 对 那因为它是用苹果木下去熏的 对 高大厨有尝试过这样的烟熏的做法吗 在我们老家也是有 也有烟熏的鱼 江西也有 对对对 但是像这种就是比较高端的做法 还是很少接触到 对对对 像他们用果树的 苹果木 对对对 哇 品堂这次没有用一个大炖锅 直接给它放一起了 开始要一克一克给它分餐了 对 这是要用热油去浇是吧 是的 最后热油浇一下 其实可以浇大家一个小技巧 这其实我也是跟一位厨师学的 比如说我们自己家也可以做酸菜鱼嘛 对对对 烧好以后把这些花椒啊辣椒啊包括葱啊 它敷在鱼片上 然后烧油一定要烧的非常烫 很辣 往上一叫 这个这个酱汁恰到好处 真的吗 对啊 不会太辣吗 不会 品堂你这个是不是比较偏西式一点的做法 对我今天做的是一个中西合并的一个做法 对 因为熏的话其实真正来讲熏是中国的一个料理 对 其实跟像湖南的熏肉啊熏猪脚啊都是差不多 熏肠啊都是一样的对 对只不过因为我们现场的关系 所以我借助了西式的一个烹调的一个烟熏器 就像刚刚他用那个纸包的方式 其实也跟炖煮的方式一样 但是这个纸弄下去以后就不一样了对 对我现在在家里可以开盖了吗 对来接盖的好不好 这个接盖要有人接盖 接盖要拍一下对不对 灯灯灯 对 哇 烟瞬间就散发了 那个那个鱼 那你可以闻一下 你们是在看着烟我们是在听着油的声音 有那个苹果木的香气在里面 对 还剩下两分钟的时间 最后两分钟抓紧了 两位都要加油了 不过品囊这边也应该进入到收尾的阶段摆盘了 黄勇大厨是随时可以结束 对 看他高兴 OK 勇哥已经完成了就看品囊了 是的 品囊也在摆盘了 要加油了啊 终于又看到你比较花式的摆盘了 感觉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久违了 哇 这是什么啊 这是一个气泡水的凝胶皮 其实 气泡水的凝胶皮 对 一会儿可以给我来个气泡水吗 可以啊 要不你们回来等吧 我就是想看他最后呈现的那个 好好我们回去吧不影响他了 不能影响他 一会儿超时了 就有点太浪费了 还有最后三十秒 完全够了他已经放到最后那个点缀了 今天吃鱼吃到饱 但是你别说按道理你如果一个食材你不停重复吃的话 其实你是会觉得很饱 但是今天因为他做法完全不一样 你就一直在不停地尝试新的味道 但其实现在我们之前吃的几种鱼已经把我们的味蕾扰了 完成了 好请两位大厨上菜 黄勇大厨要稍微慢点 好像是沉的 这个感觉真的是好沉的 这个容器 哇哦 它是一个鱼的造型 对 特别棒 刚刚先拍铃的依然是黄勇大厨 所以我们就要先来品尝这道餐 来 哥大厨 尝一下 你请 这个鱼呢我用的是黄鱼 大黄鱼 对 这个里面的汤汁呢可能有一点小的做法 就是用青鸡汤 加上新鲜的青柠檬 很漂亮这个味道 因为我们前几天不是在我们一个好朋友那儿 刚吃了一条规格还不错的那个大黄鱼吗 对 它那个味道可能更加的浓郁一些 对 对吧 里面加入了葱姜蒜一些调味品 但这个呢更加体现出这个深海大黄鱼的原本的肉质的鲜美 这有点小清新的感觉 对 小清新 这个我相信如果它推出到市场的话 女孩子们已经非常喜欢 特别喜欢 对吧 高大厨 我觉得非常好吃 而且它入口的话特别就像刚才你们说的那种就是有一种就是很清新的感觉 对 而且它就是淡淡的一种那种麻麻的感觉挺好的 但是又不是特别吗 对 它这个就是轻微的 恰到好处 恰到好处 对对对对对对 是 好 这道菜得到了大家的一只好评 好吃好吃 好吃 先喝一口特种冰 嗯 来 束束口 对 来来来 来 来 谢谢 好来一边品尝 所以用刀叉好像更合适一点 都行 其实这个筷子 对对对 这个筷子吧 对 我们就整个就是拿到你的餐盘 有没有 这个酱汁呢一定要搭配什么 搭配你的这个 鱼肉 鱼肉 对 这样酱汁一定要搭配鱼肉这样子 上面有看到一块凝胶皮啊 它是用气泡水下去做的一个凝胶皮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泡沫呢 它是用柠檬汁下去打的一个泡沫 因为鱼肉跟柠檬汁非常的搭 那鱼呢是用低温烹调的 所以它的肉质也非常暖韧跟细腻 最主要低温烹调的鱼 它的营养成分都锁在里面 然后我们用了这个辣椒汁呢 这是用了三种的这种不同的辣椒 有彩椒 有甜椒 还有我们的杭椒 把皮剥掉以后用黄油下去炒香 炒香以后把它打成这个果泥状 再去做这个sauce 对 然后这个你看 就是我把原本传统的板条 用这个气泡水去做的一个凝胶 像板条一样 对不对 然后这个泡沫呢 点缀上去以后 它就是泡沫是在嘴巴是 就是有点这种路口 就是不见了 有点就是很 很有那种幻想那种感觉 梦幻了 对 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辣椒汁你看这样做 其实基本上你们也没有吃过 它特别好吃 对 它就是那种酸酸的微辣甜甜的这样子 那调味的话 我们只要在辣椒里面加一点点的糖 一点点的盐 就能做出这个sauce了 我看出来 你也是想做一个初恋的感觉 不是 我觉得就是很多的食物 其实是可以回归到本质 比如说好的一些鱼呢 就是尤其是这种海鱼啊 你可以用很简单的一个烹调方式 这个其实做起来并不难的 对 高大叔 您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吃完之后 这个口腔里面全是这个就是 鱼的鲜味 还有呢 轻微的那一种辣辣的 比较就是 让很多人都能够接受的了 成那种辣辣的感觉 还有呢 一些就是 那个就是 轻微的那种烟味 但挺好吃的 很好吃的吧 以前没有吃过这样的处理方式 对 好 两道菜都试完了 接下来 今天让我评的话 我都不知道怎么评 我觉得今天这两道 真的是风格鲜明 对 但是就很难取舍那种 各有各的好处 各有各的妙处 他们两个就是微微的辣 刚刚在我的口腔里面体现 就是黄用的那道菜的辣 是在我的舌头的两翼 两翼 有点微微的辣 这个是在我的上下嘴唇 包括皮腔 皮腔 会有点微微的辣 我觉得这个 而且这个分寸 掌握的都特别的好 少一分没感 对吧 然后多一分 就会刺激 对 太难了 今天 太难了 所以接下来 我再给你介绍一下 这边这位叫黄品堂黄大厨 做的这道果木熏石斑鱼 这边这位叫黄勇大厨 做的是这一道深海大黄鱼 所以接下来 我倒手不秒 给我一个厨师的名字 它就是在你心目当中 你觉得这道菜更好一点 这个太难了 再难都要选 对 对 来 考虑一下 获胜者是 如果说非要我选一种的话 我个人更喜欢吃一种就是 蜡烛更辣一点的菜 所以 哈哈哈 所以说我觉得那 那个黄勇 黄大厨的他那个菜 可能 辣度可能会更对 更明显一点 对对明显一点 所以今天最终的结果 你选择的是黄勇的这道大黄鱼 对对对对对 好 恭喜黄勇 谢谢 谢谢 好了 名字就叫钢鲍鱼 对吗 哈哈哈 可以可以可以 永哥来起个名字吧 重新来起个名字啊 这个 你们的创业呢 我了解一下 刚才你们看了 这个就叫铃巴头筹吧 对 铃是就是我们这个 南京的简称的那个铃 铃 铃巴头筹 希望你们的生意 越来越红火 啊 紫鲍鱼系列在南京 刚才 那个运哥 帮过这个超姐的讲 这个鱼非常好吃 嗯 还有张老师 那在这个当中的话 你们作为储鲍 好不好 好 叫您拔头筹 您拔头筹 我来拔头筹 你拔头筹 恭喜 鱼船尺素 鱼越龙门 年年有鱼 鱼是中华文化里的吉祥物 是我们餐桌上的好食材 一条普通的鱼 用千百种不同的方法 就可以创造出新的绝美味道 声炸自然新鲜 本栏目由椰枝领导品牌 特种兵冠名播出 把鱼加工成熟 然后放在器皿当中 用新鲜的鸡汤调上口味 用黎门去打底 这样起到酸的作用 然后再带一点点的醋 浇在鱼身上 这样的话最后再浇上 花椒油及新鲜的藤椒 这样这道菜就制作完成 金尊清酒 玉盘真修 我们丰饶的江苏 有无穷的绝妙美味 十三地势的佳肴 就由我杨韵 带大家一一尝遍 闲话少叙 让我们去品鉴今天的 招牌美味吧 烧烤作为中国寻常项目间 最常见的一种烹饪形式 因其品种众多 制作简单 风味独特 而受到食客们的喜爱 而成节烧烤 这个已经做了二十年的老店 则因其用料讲究物美价廉 受到无数食客的追捧 除了我们家的烧烤 不让人多数都知道 别的我一不会 就会考烧烤 不知不觉的我就考了二十多年 有的从小时候就到我们家来去 现在还带小孩一起来去 还有的从幼儿园 一直到现在 到生卖工程了 也经常来去 我做了二十多年 不管材料怎么长 我就一定把我的烧烤最新鲜 让我的心脑肚子很满意 说到成节烧烤 就不得不提烤猪肉串 几十年前 成节正是凭着烤猪肉串 这一道小菜慢慢做大 并逐步发展至今 简单的制作工艺 往往可以保留食材最原始的美味 而为了做好这道看似再简单不过的烤肉 成节也花了很多心思 她特地精选的 是亲自采买的猪后腿筋瘦肉 这样的肉品脂肪含氧低 肉香浓郁 极富掉劲 将猪肉切成五指大小的小块 放入碗中 仅加入盐这一种材料 腌制后便可举出串串 极少的天价就是为了还原食材本身的味道 猪肉的肉香不受任何调肺料的掩盖 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显现 而后将穿好串的猪肉放于烤炉上炭烤 在二百度的高温下 猪肉发出滋滋的声响 几滴热油顺着饱满的肉纹路慢慢滑下 刚滴到炭上便升起鱼鱼青烟 在猪肉烤至变色时 撒上咖喱和孜然底味 这样一道承解猪肉串便制作完成了 金黄又人的猪肉串 搭配上各式菜品 一边撸串 一边邀三五好友 大家天南海北的聊天 这是人们最地道的吃法 和最惬意的享受 做一道烤肉串不难 难的是把一道简单的小菜坚持数十年 在这数十年间 不为风吹雨打 道路艰难 风雨无阻 一路向前 带给食客 仍是最实惠的体验 和最原本的味道 这也是坚持过后 所迸发出的信仰的味道 穿甲蛋剧组来做客 我看到你用到的萝卜 对 然后我把萝卜修成了 就像穿甲蛋的一个形状 我看到有用到乳鸽是吗 和平鸽 和平鸽 就是其实希望就是 能够世界和平 最好是不要战争 天南哥你好了吗 他还在画画 味道下期更精彩